水中霸主凯蒙厄奋力一跳咬住眼前的生肉 一旁则有美洲豹在草地上开心嬉戏 这里是南美洲国家哥伦比亚东部 占地一万七千公顷的私人自然保护区 阿托拉奥罗拉 哥伦比亚当地总共有一百一十五个自然保护区 阿托拉奥罗拉是其中之一 因为维持着原始样貌 有超过三百五十种鸟类 还有约四万两千只水豚和两千五百头鹿等生物 都在这里优先栖息 除了生物种类相当丰富之外 这里还打造了让美洲豹在七地间 自由穿梭的生态走廊 虽然是拉丁美洲第三大产油国 但哥伦比亚政府在二零二三年一月 宣布停止开采石油 自然保护区所在的卡萨纳雷省 在过去七年以来 也持续降低对石化产业的依赖 转而发展其他产业 其中一项就是生态旅游产业 抛开黑金光环 拥抱绿色环保 让对环境议题有兴趣的外国游客 能够亲身体会大自然的美好 华氏新闻的如影和右飞报道 嗨 我是盈童 记得订阅华氏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 站起来